一開始到日本是到語文學校 先學日文 那平常六日休假的時候 我就到日本的麵包店去打工 這是我打工的店 我覺得日本這個國家 給我的感覺就是很先進 所以在麵包店裡面 他們一些衛生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這是今天要夾三明治的 這是我在日本學到的 在日本麵包店打工的時候學到的 在日本學校